男子騎機車伸出尾縮右手 希望民眾借他加油錢 但下秒劇情神展開 竟然碰上熟客 男子不借了 立刻催油門閃人 但惹毛這位民眾跟著追上錢 因為兩人可是老相識 你幹嘛到處借錢 沒錢為什麼要吃冰了 自止理虧道歉得很大聲 當事人表示 兩人緣分簡直難捨難分 十年間起碼就遇見他八次 當事人憤憤不平 多年前就曾向媒體披露 新北永和這名借錢歌 每次都用招牌手勢隨機向路人 說加油沒錢 想小額借款但都有借無還 上了新聞他也沒收手 變本加力之外 還經常騷擾銀行行員 口吐檳榔汁是當地有名頭痛人物 實際重回現場 借錢歌國真佑騎著摩托車出沒 面對記者提問一言不發 轉頭閃人 利用別人愛心屢次借錢不還 恐怕還是會構成詐欺嫌疑 記者鍾成梁芬亞橋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